这样我是科乐 大家看我视频这么久 那么这个声音一定非常熟悉 没错这就是村民 一般出现在村庄中 但今天凌晨三点 我在玩MC的时候 去遇到了一个奇怪的村子 我新建了一个事件 准备来研究一下 从网上学到的村民飞天机 进入到事件 首先传送到了附近的一个村庄 但是很奇怪的是 这个村庄一只村民也找不到 我觉得可能是在外面乱逛 所以我又把时间调到了晚上 因为他们到了夜里会找上睡觉 结果等到了天亮 也没有看到村民的影子 奇怪 难道这里是个废弃的村庄 算了反正我现在也是创造 这间自己生成几只村民吧 然后着手搭建机器 等机器建好以后 就可以准备给之前的村民体验一下 高科技的魅力了 这个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我之前放的村民 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 而且游戏里也突然出现了奇怪的声音 吓得我赶紧退出了游戏 等到第二天 我突然反应过来 我是创造模式呀 实在不行 我还有Q指令啊 所以我重新打开了游戏 进入到了昨天的村庄 周围依然没有看到村民 我聪明的脑瓜子突然想到 有没有可能是跑去村庄了 于是我跑到之前的废弃村庄 果然不出我所料 村民都跑这里来了 不过这些村民 是不是不太对劲啊 怎么都是些幼年村民啊 我昨天人生想的应该是成年村民吧 难道是游戏出8个啦 呃 不过 这都是些小村民啊 就算是我也不好意思 抓过来做实验吧 要不再等等 可是奇怪的是 一直等到天黑这些村民都没有长大 我以为是时长不够 于是我也准备睡觉 跳过夜晚 准备再等一天 结果连续等了好几个小时 这些村民竟然一点长大的成绩都没有 于是我决定 仔细研究下这些幼年村民 为什么没有长大 很快游戏里的天又黑了下来 而且村民也准备回房子睡觉了 我果断跟着一个村民 看到他进入房间后 在我也准备要进去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房间里传来吃东西的声音 啊 村民竟然不吃东西 于是我准备使用旁观视角 准备穿模进去进入这珍贵的画面 但当我进去以后